今天我們來講廚房使用 那你像是拆瓜布 那平常都沒有消毒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巴士消毒水 就是泡好了一些細細的消毒水 兩側都噴一噴 噴一噴 然後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去清洗 就完成消毒的作用 那像我們平常的這種 一種杯子一樣 平常只是用清潔劑消毒 那大概我們一個禮拜 或者是幾個禮拜呢 我們再用這個巴士消毒液呢 就每以外都噴一噴 一樣也是放大概 10到15分鐘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 殘殺比較容易去除掉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廚房有這些污垢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噴一噴 用這樣噴一噴 然後呢 用濕抹布把它蓋住 大概10到15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情況 就可以很輕易的擦拭掉 還有就是我們常用的抹布 我們也很少在消毒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一樣 也是可以用這個噴一噴 也是靜置15分鐘之後呢 再把它清洗 就完成了這種消毒的動作 然後這種 這種沾板 最容易有那種 污垢什麼的 我們一樣也是用這個噴一噴 讓它進行消毒的動作 它的縫裡面就藏了很多細菌 噴完之後 一樣我們也是15分鐘之後 然後再來用清水洗淨 然後經過幾分之後 然後你就輕輕擦拭 那剛才就比剛才的乾淨很多 那剛才就比剛才的乾淨很多 就是這樣稍微輕輕的把它擦拭 把煤的地方擦掉 然後稍微乾淨很多 那像我們的餐桌 那消毒是最重要的 那可能用清水擦不夠 所以我們可以用巴式消毒液 噴一點 噴一點出來 然後噴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抹布 濕抹布把它擦乾淨 然後十分鐘之後 再用清水再擦一遍 那像這個 我們現在抹布已經有 這種巴式消毒液了 那你也可以清潔 像這樣子的地方有沒有 冰箱也是有很重要的 這種把 這種冰箱的把也是非常重要的 冰箱的那種把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是要清潔裡面的話 那你就像這種地方都可以再清潔一遍 那這裡面因為這個是要吃的東西 所以呢 一定要十分鐘一定要用水再去擦拭 再去清洗一遍